为了要庆祝中华民国国庆 花莲市立幼儿园 今天是提前举办了国庆主题的课程活动 小朋友们是戴上了红白蓝的三色配件 在校园中庭进行一场小小兵的国庆大典 甚至有车队分裂式的进场 国庆来庆祝这个国家的生日 而市长魏佳贤是看到孩子们完美的表现 非常感动 大班小朋友哈雷机车连带着骑队进场 各种国庆造型装扮的队伍 精神抖擞的向阅兵馆来敬礼 这是花莲市立幼儿园的国庆日庆祝活动 老师精心设计了国庆主题活动 让小朋友们知道国庆日的意义 也懂得要爱自己的国家 那在今天的活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位师生 针对于国庆的活动里面做着精心的安排 不论大班中班小班都有丰富的一个体验过程 在过去我们对于国庆的一个认识 可能对孩子来讲是陌生的 但是我们藉由体验过程里面 让每一个孩子实际上能够去参与 从升旗典礼开始 再到国庆的阅兵礼 跟老师共同来演出的一个我们国家如何建立的一个过程 让每一个孩子们都能够充分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之外 还有我们一系列的一个重要的阅兵 还有升旗典礼的一个仪式 让孩子在学习当中成长 也让孩子能够更了解自己的国家 除了进场阅兵 还有庄严的升旗典礼 接下来市长他也饰演了国庆孙中山 和老师们一起演出国庆11次革命成功的故事 最后还有欢乐的不烟火游戏 以及全体快乐大合照 一连串精彩有趣又很厉害的国庆日主题活动 提前庆祝中华民国110岁生日快乐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